Villain應該是全場籌碼最少的吧 他現在是幾個大嗎 十個大嗎 十個大嗎 應該是 其實現在大家在聊天室有聊到說 其實國內現在太多比賽 平均每個月兩到三場比賽 現在其實撲克在亞洲已經算是 發展的算是越來越大 可是我始終認為還在剛起步 讓頭剛起來而已 因為其實打撲克我相信每年都是在增加 沒有變少 因為這個遊戲真的是 完了之後就覺得真的是上癮 你看我打撲克2009年 到今年打牌第十年 我也是幾乎每天 沒有厭倦 對沒有厭倦 我還是非常喜歡撲克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讓我 打到七十歲的 都不會退休的一個 說到七十歲 你還可以去WCOP參加著他們的Cine's event 好像只有六十五歲以上的玩家可以參加 還有五十歲的 有兩場超級球 有兩場的Cine's event 然後你這樣搞笑的是什麼 他們要標你坐在哪裡 因為他們老太太跟老伯伯休息完 會忘記自己的位置 大家都忘記自己坐在哪一個位置 這太有意思了吧 好那我們看見這邊Flink 他是In Danger 他在Cut Off Way 推了51萬5千的積分牌 12.5BB 那這邊被沒有選擇用圈鉤的牌借了他 Flink算是蠻敢推的 現在說Bubble Time這樣推算是 不過這一樣是Nest Range K8銅華11個大盲 這邊All In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有些玩家會在Bad的情況下選擇 拳勾結這個All In 對 可是現在也是Bubble Time 大家都不想損失籌碼 因為你損失籌碼 籌碼變最少就是縱使之敵 大家都瞄著你打 大家都在等你GG這樣子 所以就是中籌碼的玩家 也會打得比較謹慎 那問題大亨是 到你60幾歲 50幾歲 你坐下來打Cinning Savet 你碰到的那些玩家都是現在的大神 不一定 搞不好他們先退休了 沒有像我堅持那麼久 有可能嗎? 你坐下來就是Chadwick 然後Ivan Lee有 然後70歲有 80歲還在打 那也是不是很好打 哈哈哈哈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現在很多就是世界頂級的玩家 現在已經30過頭了 對對對 那時候都是線上的就是大神 所以就是抵看誰活得久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一些最最多action的老年的桌子 就是什麼3-4-bet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我覺得現在的一個就是 Chewik和Bornomo這兩個 一定會活超久 要不要超注重養生啊 健康啊 打坐 飲食 活得很久對不對 可能這會打一個什麼 超級超級老人賽 100歲以上才能參加 他們應該都還在 那這樣的應該是變成last longer了 哈哈哈哈 OK 那我們這邊 我們看Ivan Lee有選擇Limp一個 有一張7不知道怎麼排 那徐亮有60個大盲 哪個Pocket 6 那我覺得 在兩個生籌碼的對決裡面 我覺得他不一定會加組 可是如果對手籌碼少一點 他的6-6可能會直接O-in 可是現在兩個人後手大概都60個大盲 但是徐亮也是非常兇的一位玩家 還是選擇加組 對 非常鬆兇的一位玩家 他在這邊利用他的位置優勢 加組到14萬5千的積分牌 沒有啊 是我看到Ivan我一定乖乖的 我就先check再說 反正6-6那麼好打 又有對子 先 不管怎樣flop不要開太醜 都可以先扛一槍 那他現在不要 限的是他可以兇過Ivan 對啊 他有位置 對 這裡位置非常重要 好我們的Ivan拿了 藍色的籌碼是42萬 呼 就是會很煩你知道嗎 對 因為你現在66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對 就是遇到Ivan我就check 對 現在Ivan他已經放入 他籌碼量的五分之一 你覺得許亮會不會推回去 如果這桌 誰敢做這個動作 就是許亮了 對 那我覺得許亮他應該不會call 他要麼是七排 要麼就是推Ivan all in 對啊 直接蓋掉他的pocket 6 有一點點可惜 可是 我真的覺得Ivan真的 我覺得 每一次看Ivan打牌 都覺得他有進步耶 就是 我很想他看另外他那張底牌是張2 其實因為Ivan他以前就有點太兇了 就像上次我們去年的Triton 看到他bubble 他一個A3off 然後就bubble出局 他是翻牌接個對手打完 沒有翻牌 看到翻牌以後 反正中一個頂隊 然後好像Jason Quinn連打三槍來幹嘛 然後AQ輸A3 可是我現在看 那時候很兇就已經很煩了 那現在是除了兇以外 他又做了蠻多的調整 對 我覺得Ivan會越來越強 對 當然就是有很多玩家會看見 他什麼用squeeze什麼六四歲的 他會覺得他打得很魚 但是當然就是Ivan這種情況下 被一個玩家call了的話 他當然也會做調整 也會慢下來 他就打對方的棋牌率 那我們也看見次次對方玩家 有把更好牌力的底牌都for給了Ivan 你最喜歡的Player是Steve Chadwick 我最喜歡的Player是Ivan Liu 是嗎 我覺得任何比賽Ivan Liu坐在桌上就可以 對 結束得非常快 然後非常精彩 而且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很有個人特色的一個 就是他的吸引目光的機率頻率蠻高的 我覺得 在國外的Twitch頻道上面 他們也最喜歡看Ivan Liu 對 現在好像就是我們整亞洲最出名的就是Ivan Liu 對啊 我會不會傳奇下一個簽的就是Ivan 簽一個我覺得蠻不錯 因為Ivan他本身又有買入很多好客賽能力的一個成功的商人 然後雖然有很多人跟我說Ivan Liu看起來人家黑到老大 可是其實不是啦 他是非常nice的 對啊 Ivan人是蠻不錯的 然後他還挺害羞的 有時候跟女生講話 就是我跟他講話 他還會像一個就是上學的小男孩會臉紅你知道嗎 不一樣 因為你在那種撲克圈的等級是大家公認的女生幾人 就是我們看到林志玲也會緊張 意思是一樣 沒有那麼誇張 我記得Ivan他上次跟我分錢的那一次AGO跟AA 他說整個馬來西亞那個微信群都在罵他 怎麼那麼愚 我都是他們心中的女生 他差點把我也都打出局 他怎麼可以這樣 掰比我的AA 他說他以後再也不要3back我了 我想少了那麼多action 好我們現在看到這一把牌 尾良是抵抗了一個K3 是一個Limp 然後 然後許亮選擇下注一個大馬 其實在這種 最近其實也蠻常看到這樣 就是選擇在一種 Limp的狀況之下 如果開得很乾燥或是 在前衛的那個人會下一個最低的一個注 然後 大部分 剛剛有跟觀眾聊到 你要中一個頂隊的幾率大概只有33-34 這是頂隊 Sorry 我一個隊子 所以你頂隊的幾率只有10-11%左右 對 那就是說三分之二的時間 對手是沒有中的 對手是沒有中的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有任何的battle draw 或有一些overcut 其實你就可以下注一個忙住 試著把對手打開 那再加上許亮又有籌碼優勢 其實對手現在是很難抵抗 哇我覺得許亮蠻厲害的 就跟我以前可能對他印象 可能就不太一樣 我覺得他打蠻不錯 對 這些玩家他都 他們都是不停的在增加自己的排輯 大家都說我的聲音好聽 這聲音好聽嗎 你知道你自己聽自己的聲音 就覺得很不好聽 呃自己聽聲音就覺得很奇怪 對 不會啦 就客觀來聽你聲音算是蠻不錯的 蠻好聽的啊就是 那比較適合做解說吧 哈哈哈哈 有你也適合上去打 可以退休做解說 哈哈哈哈 好 Michael Soyza 那我們剛剛最近這一個小時 兩小時看他都沒有什麼 action 現在拿到一個parking nice 2.2BB的open race 這邊Frelink是不是有一些想法呢 Karen應該只能蓋牌 Jason Quinn在蓋牌 我之前有跟觀眾聊到 我第一次看runruns的時候 就是看Jason Quinn的教學影片 那時候我還以為他是歐洲人 因為他口音有點像歐洲的那個腔調 可是他國籍是美國啦 就是 Quinn教學的影片 我覺得是蠻不錯的喔 因為之前看過他的一些影片 是因為英文比較沒這麼的好 可是因為他講的就是 可以讓我比較容易 聽得懂我覺得是還不錯 好我們現在沒有看到 Brian Kenney 拿什麼牌在忙著抵抗 可是在這個 10Js的bow上面 其實對Michael Soyza 是他蠻不想要看到的一個flop 然後他選擇了check 那Brian Kenney這邊也選擇繼續check 那我猜Michael這邊 他要選擇bluff嗎 不然遭遇River對手的一個bat 他又只能丟掉 或者是他乾脆就放棄這個牌 其實就看他怎麼決定吧 不然等一下你會看到 Brian Kenney River又來了一個 什麼三倍怕 又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 這邊是一個 一個可以下注出手bluff的一個機會 好 Michael Soyza 收下這個底子 所以他這個99 已經沒有一些開牌的價值 可是他並不知道 對手會不會在River 做一個bluff 讓他沒辦法跟 所以他這邊我覺得是一個 用一個便宜的柱馬來 試著來bluff 偷下這個底子 讓對手一些 可能 一些可能 最下面的對子 可能死一對 可能也許有機會蓋給他 或是 有一對K 帶一個line kicker會蓋給他 那 因為他都不知道 對手的狀況 所以他選擇下注去做這個bat 看試著能不能收下底子 那如果當然被跟住被加住 他就選擇放棄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99在10的一個bat 我覺得是 是還蠻不錯的 好 我們的 Michael Soliza 繼續的 拿A7off 在五人桌下注 再加注 那這個五人桌的UTG 其實就是 Hijack 就是 Button 右手邊的 第二個人 對 也是 可以說是 後面的位置 算是後面的位置 對 那A7 算是比較邊緣的一個 open的一個range 可是 差不多 那他有籌碼優勢嘛 那 也是泡姆棋的階段 泡姆棋的階段 那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 問題 240 好 我們的 Jason Quinn Jason Quinn 在這邊 他是只有 25 BB不到 22個大忙左右 他選擇加出6個大忙 哇 這個play 有點 有點 挺有趣的 因為我覺得就是 他 籌碼量 在比較少的情況下 幾乎看起來 把自己打了套池 對 可是他這邊應該也是要3x4 對 看起來是3x4 那這邊 Michael Soyser 他會怎麼讀對方的牌呢 喔 Michael這邊選擇了coe 他選擇了coe 我想Michael 本來就是氣嘛 要不然就是跟他all in 對 原本我是這樣想的 嗯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Michael的這個 打法跟想法是什麼呢 這也算是我第一次來直播 Michael 因為我跟他算實底下也算還不錯 雖然我英文沒有很好 但是我們還是 因為常常比賽 喔對他是不會說廣東話跟普通話的馬來西亞人 對 這是很少見的 可是我跟他比較常碰面 嗯 有機會碰面出國的時候 但是大亨說真的 你現在英文斷練得不錯 就是 你敢說 對我英文非常爛 可是我會很敢講 然後人家聽不懂我就亂掰 呵呵 你就用不同的說法再跟人家說一遍 就是ok 對對對對對 這樣就是常去什麼EPD什麼都有斷練 都很不錯 就還可以啦 對還有WSOP美國 這都可以斷練好的好地方 對 今年WSOP定好行程了 住了一個house 嗯 一個人住嗎 呃跟幾個台灣的朋友過去 然後 呃 五十一天 哇 每天都會應該會有賽事大 對 那這邊我們看見 Jason Kuhn 在K98的翻牌面上 下注了十三萬五千的積分牌 那這邊Soyza 大概是四分之一左右的一個size 對 那這邊Soyza A7 只有A High的牌 選擇了7牌 那這邊Kuhn他不需要下注很大 如果Michael 在這個board上有跟任何關係的話 他都會做個call 對 那這邊Kuhn也可以節省一些籌碼 對 所以有此可見 Michael 現在知道他是這樣打 以後我會不會3B他這麼多 這個 蠻能扛3B的 對 因為照理說A7O 我是一定是扛不住的 我可能就直接蓋掉 那這個比賽買路是50萬港幣 然後呢它是一個無限買路 所以在前面八個級別 你如果淘汰出局可以再次買路 那這也是長牌的比賽 短桌長牌的比賽 好我們現在在場上還有剩下最後11名玩家 那如果沒看錯的話 前圈是前9名 對 前圈是前9名 然後呢第9名是拿111萬港幣的獎金好像 然後呢第一名就是他的10倍 對 那是1100港幣的獎金 那是1100港幣的獎金 然後我們的主賽是傳奇的 傳奇普克主賽是 明天還是後天開始 7號開始 7號開始 後天 200萬港幣的一個主賽事 對今天是 第一輪100萬港幣買路的短牌 Action 200萬港幣幾乎就是 二三四萬美金 二十五萬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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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二十五萬美金 哇 Brand Kenny拿到了 Aces 那在這邊 Cut off weight Brand Kenny 拿到A 加助為 八萬五千的積分牌 那Frank 只有 只有十個大忙 他會抵抗這Air Off嗎 哦 裝上Nuts了 他All in 45萬五千的積分牌 那如果沒有奇蹟發生 他會在我們這個比賽裡 排名為第十一位出局的玩家 也是會讓我們進入浩姆期 對 對 好 這個Air 感覺沒有什麼 被鬥的機會 可以 超車了 好 GG 好 我們現在進入我們的泡沫時間 剩下最後十名玩家 那這邊 我們的Action會慢一點 因為呢 我們這裡是會做同步的發牌 那就意思是說 這藍桌跟紅桌 要每一手牌打完 才可以發下一手牌 111千 11 bcl 聯 9 這邊 我們看見ROBERT FLEahahaha 不幸地出局了 那這裡玩家們可以繼續參加比賽 每天都有賽事 可以慢路 時悍 完全感到不正的 河倫 現在屏幕上有顯示,還剩十位玩家,然後呢,我們九位玩家是進入前圈。 在這籃桌上,我們看見Stanley Troy,Sam Greenwood,Yi Leon,Ivan Liu,徐亮都還在。 然後還有Chong Tong Seo。 那這傳奇撲克是來自蘭底娛樂場給大家做直播的。現在是在韓國的基州島。 Luca,The big blind,who moves? I need to got no big blind. The player who's... Next big blind to Stanley. So there's another tournament just starting up out here. They're just getting bigger and bigger. Let me give you a little look around at who we have out here. We have Divan Tang in seat one over here. 那這邊我們看見Divan Tang,也是昨天50萬短牌買路的冠軍。 那這裡Andre Rubel也來拆散了。 And then at the back there we haveLex Veldhaus's favorite player to watch. 那我們看見後面的那張桌上面有葬蘇奴來自上海的玩家。 還有譚軒。 譚軒現在在國內算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個玩家。 短牌玩家。 對。 如果大家談及譚軒就是說她是China No.1的短牌玩家。 對。 那我們也看見這次Trutella也有來參賽。 他在50萬港幣買路的短牌裡面有來參賽。 那這裡我們看見徐亮暫時是這桌的積分牌領先者。 芒助為64個大忙。 然後呢積分牌是2545000。 接下來就是馬來西亞的Ivan Liu。 58個大忙。 Sam Greenwood 21個大忙。 然後呢最短碼的兩位是Chong Tong Seal 15個大忙。 跟Chong Wei Liang 12個大忙。 Chong Wei Liang剛剛主要這籌碼掉下來就是被一個徐亮的一個River的一個... 當被Buff大概。 那一手應該算今天一個蠻精彩的一個手牌。 好,我們的Ivan Liu。 80off。 在Cardoff選擇加注。 那這裡應該沒有很多玩家會對這個Race做任何反抗。 好,直接。 像這種7J off其實在正常狀況下都是會一個抵抗的。 對。 可是現在已經算正式進入了泡泡期間。 而且Sam Greenwood的籌碼量不夠。 對,所以他也是選擇比較保守一點。 那這一把感覺應該是... 芒助剛走,所以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大忙加一個Anti。 所以現在Soyza在Barton拿一個2-6黑桃。 然後Stanley只有剩下15個大忙左右。 那這邊我們看見Soyza利用他的籌碼量的優勢加注為9萬。 那他也是最優勢的位置就是我們的莊家位。 好,選擇直接蓋牌。 所以現在大家觀眾可以發現現在芒助的抵抗開始又變更緊了。 那為什麼你會甩到你的Lapons? 又是次狀態。 這是剩下的兩隻手就好看了。 那是也是,你們也都能看見我的剩下的。 還有,還有嗎? 這邊的角度是很低的 現在大家都在關心另外一張桌子有沒有短碼 這個泡泡什麼時候會破 那當然徐亮會看一下他不是擔心自己進不了前圈 而是看他可以dominate這個bubble多久 差在這個bubble時期打得非常兇 那作為籌碼量多的玩家 你就希望這個泡沫期時間越久越好 對 沒錯 這樣可以就是沒有壓力的拿下很多底次 對方也不會做很多的抵抗 這邊我們看見Cutoff 徐亮拿到勾3 不同化的牌 看起來是要起個加注 他確實在這裡加注到 應該8萬幾分牌左右吧 那個9萬 好 徐亮還是持續的兇猛 那熊彤秀在這邊拿到他很好的牌 他這裡AK也是非常top range的牌 對啊 可是這邊還是應該是要上了 這點太大了 他最在想 大家觀眾也很奇怪 想說AK為什麼要想 因為現在 他不希望自己出局 所以他這邊 可是這AK是前 就像我們剛剛講 只有前3%的牌 可以一定要推 哇 偉亮這邊 應該是要蓋掉了 因為有A-SKING先推了 那他每一個人都不會想 讓自己成為一個Bubble Boy 因為現在就是 是0跟110萬的差距 所以 那這A-SKING我覺得 應該會是一個Easy 4 那偉亮在這邊會有考慮呢 是因為我們也知道 徐亮的形象不是那麼好 對 而且他也是全場最少的 對 他這邊做個Race 一般在後衛的玩家 如果有任何 比較好的質量的牌 有可能就會退ALL IN 所以偉亮在這邊覺得 他的A-GOW有可能會大 這A-GOW我覺得 還算是蠻好蓋 RUN 這時候你拿一個A-Q 或拿一個 99-44 就 哇 好 再來一個Bubble Time 後來偉亮還是選擇 扣一個A-SKING 我相信他的考量 應該就是因為 首先第一件事情 就是徐亮很慫 所以可能會影響 那個 強通SILL的OIN的Range 可能會變寬 對 所以他A-GOW也算是 算是前10% 前8%左右強度的牌 所以他覺得可以 他可能也憋不住了 因為他只剩10個大忙 可能沒有辦法可以 再看到一手這麼好的牌 所以他就選這個OIN 現在有一個 44%的 那我們看一下他翻牌前 盈利是28% 那這個翻牌後發出來 有買花 又買順的面上 現在又可以買分錢 對 他增加到44 那這個轉牌沒有改變任何 排力 那這邊我們看一下 合牌 欸不幸 有時候太多A-SKING 真的發不出來 真的是 不幸的我們看見 Wai Leon Chan 在這比賽中 是我們的Bubble Boy 泡沫男兒 然後呢 不幸的出局 那這邊我們 是大家都有進入 講金池 那這邊我們看見 Tong Tong's show 現在戰時積分牌 是有30個大忙 119萬的積分牌 所以現在大家都有錢了 這個Sjack 其實我覺得就蠻尷尬的 我覺得AQ可能更尷尬一點 因為他現在已經是有人偶爾他被Cover 變成是說他必須要去跑 而且他就是充滿比較少 如果他輸了就是直接Bubble 我這邊可能會更到更緊 就是3% JJ加 AK加我可能才會更 那他們是沒有那個Bankroll的壓力 對 所以他們如果覺得自己有可能領先的話 他們就會去 好我們的徐亮持續的進攻 五七蘇體 我看這徐亮現在很活躍 那現在 Stanley的保險沒有白買 如果Stanley買這個保險又Bubble的話 真的是賠了富人又折兵 那這邊Stanley保險的錢已經拿回來了 對 那這買路呢還不知道 對 那我們要看他是不是可以打進決賽桌 這個決賽桌會是7人的決賽桌 因為這是 6MAX的比賽 對有一些6MAX的比賽 他的決賽桌是7人 因為假設如果不是7人的話 會剩下兩桌 一桌三個一桌四個 對於三個人那一個 會 起盲速度會快非常非常多 會蠻不公平的 特別是我們這裡是Big Blind Anti 對對對 在這種情況下 那這就是速度會更快 對 所以很多在6人桌的比賽 其實他們的Final Table都是7人桌這樣子 那這邊Kenny做了一個O-In 他已經達到400塊的籌碼 我還有一個很大的手 很小 我還有一個很好的手 我還有一個很好的手 我可以直接O-In 我還有一個很好的手 我還有一個很好的手 那是球賽嗎 可能會比較好 很棒 你還有一個10-9的球賽嗎 沒有 沒有 那是8-7的球賽 你一定會瘋得到 你不停 你不可以瘋得到 我可以瘋得到 你難往是 3-8 好,Kennie在Button open了一個八萬五 這是我聽到的第一次 對,Bananas 好,我們backup 扣一個Q9銅花 我覺得這邊也是一個可以抵抗在小芒的牌 其實有很多人擔心說有一些 有一些牌在小芒跟注會不好打 其實不會啦 有些Q9、10J、90銅花、JK、JK10 其實在小芒如果用平跟的 其實去打翻牌也算是一個OK的 好,我們比卡這邊有一個 TOPHEAR在FLOP 然後現在又有一個後門花的機會 那Bananas在這邊 其實像669這種結構上 其實去C倍很多是很OK 因為其實對手 就像我剛剛講的 對手其實在這邊DEFEND 要嘛可能是有些小隊子 或者是一些 90、10J、JQ、K10 其實在這種結構上 他很難有牌可以繼續跟下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Bananas的CB 然後還有一個後門 花還有一個highcar 其實我覺得也是蠻OK的 那我覺得這邊應該是 應該繼續的扣 好,這邊選擇check race 哇,這個蓋掉了 那通常這邊我會選擇call 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我的9 首先蠻大的 再加上我有一個買花的機會 對,那如果這邊 就是非常領先 對,非常領先 那可是如果check race 我會去對手 有一個10-10-GO-GO-Q-Q-K-K-A-A 他也不會蓋給我 或是他有A9 他也不會蓋給我 所以我可能會利用這種 還有成長空間的牌 然後又有showdown Mario的牌 在沒位置的時候 我會選擇check call 看對手會不會River來bluff 或River來 就是你反正領先的牌 你本身領先就已經領先了 所以你可以在River 很簡單做check call 那如果charris 反而被推回來 你勢必要跟對手all in 而且charris 對手bluff 也被你打蓋了 所以 我覺得check call 會比較 顧到的範圍會比較多一點 那這邊cut off way Kenny手持了97 加助為85000的積分牌 那這邊Stanley Twain拿到73 也不會做很多抵抗的人 結果反而Kenny是在進了獎金圈之後 變比較熊 那當然他好像在泡沐期段 也增加了非常多的籌碼 因為前面他好像也只有200多萬的籌碼量 現在變成400萬了 好 這一把看起來的樣子 感覺是IvanRio在UTG open一個A5不同花 然後雪亮Coco 就是人跟一個AQ 在Button沒有做一個3倍 好 在一個33萬的底石下注25% 再一個33萬的底石下注25% 兩個大毛 兩個大毛 其實這一把Ivan其實是cut off 因為他們好像是5人桌嗎 還是4人桌 那這邊看Action 應該是Ivan在UTG加注 然後雪亮Call 然後Guinwood在BigBlind也做了個Call 對 那這邊Ivan選擇了下注 8萬 雪亮有A圈高的牌 我覺得A圈這邊跟也算是蠻合理的 因為Ivan的確有可能去open一些其他的AX 那選擇 雪亮在他下加沒有選擇3倍 有點感覺像是在埋伏他 或在埋伏Shot Stake 的感覺 所以他AQ整體的Range 他應該還是覺得領先Ivan 所以我覺得 他這第二發可能都還會再扛 應該會再有機會再扛下去 因為Ivan有可能是miss 那他AQ的AQ High算是很大的牌 那這邊我們看見Ivan在轉牌 他現在是兩隊6655 有A的踢腳 下注了17萬5千的積分牌 也不是很大 所以 這個AQ還是有一定程度上要領先 就是我們是看對手的整體範圍 雖然上面是45665 我沒有中任何的東西 可是其實 在整體的對於Ivan的範圍上 再加上上面有疊牌 他會更覺得Ivan中對折機率更低了 那這個AQ應該 會是一個兩方check的show down嗎 兩個應該都不會打了吧 Ivan有一些show down value 他也是領先對手 因為這邊打 也不知道對手要拿什麼根 好 Ivan check 徐亮這邊應該也算蠻開心 覺得有可能自己這個牌有機會是贏的 應該也不用轉成bluff 那在這邊Ivan6合牌選擇過牌 徐亮會不會下注呢 5分鐘確定 5分鐘確定 好 確定 那這裡做了一個很好的決定 因為我覺得他下注的話 Ivan6是snap call 對對 我覺得這兩把牌兩個都沒有什麼問題 都打得蠻好的 對 那也看得出他們就是對方也挺熟悉的 那我們這裡會進行大概十分鐘的休息 也會給大家帶來精彩的一些牌局 大家不要走開 我們馬上回來 可以看到即使是像Migita這樣的世界頂級牌手 依然是受到了剛剛上面一手牌這樣子的影響 他的表情瑞顯落寞 哎呀是呀 這很慘啊 對 每一次你set over set對方 結果卻被對方四條反超 300 都非常的難受 在這裡拿手對爸做了一個加注 好我們的Jason Quinn拿到來Pocket Kings 我第一次看國外玩家的網路的影片 就Running once第一次看的影片就是看Jason Quinn的影片 是嗎 我記得那時候我覺得他口音有一點奇怪 他是真的美國人嗎 還是我看他現在是美國國籍沒有錯 可是他我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排手的國籍是經常都變的 由於稅收的關係 稅率的關係 大家都說那個PokerPlay職業選手最好的國籍就是英國 對 英國去參加WSOP是不用繳稅的 是啊 特別是像去WSOP這樣的比賽 我們中國人過去是要交30%的稅 是非常的重 可是其實你透過一些方法 還有退稅幹嘛 其實是可以逐年慢慢拿回來 像我們台灣的玩家 小P陳彥翰 他也是拿了大概一半的回來就可以了 好我們這一把看到巴巴對KK的Owin 我們來看FLOPS OK 那基本是J&D 我打了KING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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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OK GG 那我們的FASH2013Mikita是被淘汰出局 在遭遇了一手One Out的Bad Beat之後 止步第七名 獎金是165萬港幣 大家可以看到啊 他是現在看那個屏幕 我們之前的第八名 轉排的話 你對抗一個玩家還OK 但是你對抗兩個玩家 如果你用Pocket Ace 在一個多人禮池遊戲 反而未必是 那麼OK啦 是啊 對 你的贏面不顯得長排那麼大 果然他選擇All In 還是要選擇格力一下 對 整個這樣 如果在長排裡面啊 你可能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可能會選擇 可能會選擇慢打 用跟的 讓希望後面有一些 比較弱的牌可以推出來 如果是線下比賽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還要在這邊抓耳腦塞 因為演半天 可能要被人家call time 然後再啊好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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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些線下的小的細節 這手牌那是沒有辦法了 兩首Top Range的酷了對撞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提倡在 比賽的前期積累大量的籌碼 因為在這種時候 你撞到酷了的時候 你的籌碼就會為你帶來 很多的機會 是啊 因為就是其實 就讓籌碼很多啊 Triple Leader其實我覺得 就只是 多幾條命 對 轉牌的一張方片十位 他帶來的四張gold out 啊 並沒有發出來 那麼我們的 Triple Leader是 拿到了這場比賽的第六名 被淘汰出局 他的獎金是拿到了 2075,000的港幣 我不想說 這場比賽 偏選啊 天哪 再一次檢查自己的手牌 如果我是他的對手 我會忍不住要先抬 搞什麼 讓不讓人玩 繼續選擇Lib 對 逮一下後面有沒有看沒有 那這樣子的話 裝衛的 哈利波特 可能要 有可能會出來 送頭 對 可能要做Squiz 因為他這個 all in可以搶下 將近三十萬的籌碼 將近他的十分之一 那 Diven 又是一個Triple Leader 所以他會 更多的range 我覺得這邊是他 一個all in的機會 我覺得 這裡如果是我的話 我已經all in了 對 ROGG GG 可是你看這A6 跟A10 是將近什麼 是82開嗎 打A10 打A6 應該是73開 有到73那麼多 對 有到73 因為AA最高 也只能贏73 我以為是什麼 25之類的 沒有82開 沒有82開 接近25 25多一點 他贏率有25多一點 但是沒有 沒有到 像 長牌裡面82開 這樣子 因為長牌裡面 長牌AA對A10 基本上就是 95對5.82 對 看來 A10 很有可能在TEN 就要做音隊 目前還很 沒有希望 沒有希望 只有三張狗 只有三張狗 因為梅花狗 是沒有用 梅花狗也是對手的花的 出牌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 香港玩家是直接 好 好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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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Hex and Shenzhen 他才先把牌拿起來看一看 我在Live看過一個滿有意思的東西 每次那種AAR的狀態 每次都被超車 這是什麼順命論嗎 這個也不算Slow-Low 他就是確認一下自己手海 搞什麼啊 這個太旺了 太扯了 2AAR變成6個AAR 35%的勝率 對 那在短牌的時候 前面阿童應該有跟大家聊到吧 因為短牌的一張的幾率大概是3% 長牌是一張2% 2-4法則變成3-6法則 對 好 最後6張牌有沒有機會呢 看看能不能頂住 好,喝一口綠茶 他現在在笑 你有很好的預感嗎 沒有 沒有 這個Hands Up應該是一個3比1的籌碼 對 那我們同時 雖然被淘汰 也恭喜我們來自法國的 Roman Roman 獲得了本場比賽的第三名 應該是可以拿到 因為現在就是一個Q8 又是銅花 那我覺得是一個 150萬不到9個籌注 他自己都放了一個補阿補8個 他有300個籌注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有機會跟著 那這邊DVAN他問了一下 你籌碼是多少 他會算一下 1.5 150萬 1.5 1.5 1.5 然後他有2000萬 然後已經丟了16萬 他會考慮一下 對方也是打得比較緊的一位玩家 是 那這還會讓DVAN去排嗎 這邊是我 我肯定上了 這麼保守 果然可能是我們短牌的涉略不深 所以可能比較不了解他們的想法 那我覺得DVAN你算是小型 DVAN是小型 但是我知道Jetton他是對短牌不是很熟悉 對 他有可能就是他這回有可能 那因為A勾在一個玩家可以這樣反擊的情況下 會感覺真的不大了 那我們也知道就是 但是狗石在翻牌後發揮能力是很強的 對 所以DVAN他有可能會考慮在翻牌前跟對方全壓O-In 對 而且他又沒有位置 更有O-In對話來說會讓這遊戲變比較簡單 那現在對手也投入了 我目前還沒有顯示出他Race的多少 可是應該 總共是20個底柱 他O加住大概可能加住4到5個吧 那這裡他確實 果然O-In了 對了O-In 那A這應該是秒跟的啦 這邊如果他剛剛KC就開始 A這應該是秒跟 這個A這要跟了啦 那Jetton他已經這 來了來了來了 對 他要考慮到這是一對一的情況下單挑 而不是整桌做滿的玩家 剛剛那個DVAN是他領先King Queen的時候 輸了對方的King 10 那這把會不會逆轉回來呢 把EV還回來 那你們大家看這屏幕上顯示 就算A勾Dominate勾10 盈利也只是57 49 然後他們評分的 是6% 分之6 所以我們可以看見 Ghost有多麼厲害 真的是太厲害 對Dominate還那麼強 對 特別是在可以買花的情況下 那說到 這Ghost有多厲害 我們看見 翻牌馬上給DVAN10 買雙頭順 買雙頭順的機會 那他還有40%的盈利 而且如果來個Baito Flash 有更多啊 上面來一張梅花的話 喔 有點像 有點像酒 轉牌是個8 現在Jaton 暫時 還是 沒有危險 喔 喔 喔 在 合牌 Dominate 激到了他的順子 果然Tanjic 輸體真的是太強啦 這 現在不可能 進去 改動了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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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大家我们现在回到比赛现场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边蓝桌 有Sam Greenwood,Ivan Liu,许亮 还有Ton,Ton,Seal 那还剩四位玩家 那我现在也知道 现在我们已经大家都有奖金了 这个比赛是一共81手买路 然后呢是九位玩家可以拿到奖金 最低奖金第九名是110万港币 然后呢第一名是可以拿到1100万港币 1100万港币也差不多是1000万人民币 对差不多 港币跟人民币差的也不多 要打九折吧 是一个很好的payday 那这边Sam Greenwood我们看见应该是积分牌 13BB 最少的一位玩家 13个大忙 六十六万五千的积分牌 那这里小忙对大忙 又是Ivan Liu跟许亮两位 那这边我们已经看见他们有几次交手过 那这里Ivan Liu选择在小忙位跟住了五万积分牌 那许亮在大忙位过牌 那我觉得其实在这边许亮选择的策略可能会有一点比较两极 可能会open一些比较烂跟比较好牌 像中间有可玩性的牌 可能会选择去翻牌后再来打 那这边Ivan Liu他是小忙是先act的player 那他这边一般是会选择过牌 可能会check call吧 这个中一队是不会盖掉 那这里Ivan他选择的是琳达 那他在这边中的是几队 对着许亮这边他中的是顶队一队九 好选择一个最小的下注五万 然后要被夹住了吗 好跟住 如果开一张Q可能就要打起来 那这转牌是张十 没有任何改变 那这边Ivan Liu他会不会继续下注 其实Ivan这边被跟了之后 其实对他来说他就很容易就是overcome 因为他是抵队嘛 所以其实基本上转牌对他来说 很多都会让他陷入一个很难打的局面 是挺困难的 那他确实是选择继续下注 应该试着打两发吧 他应该是瞄准一些比如说买guard shot啊 一些比较弱的牌 因为对手能跟这个flop 其实这要打盖什么我觉得有点难耶 因为其实这张十中六中九的都会继续梗 那如果你有卡顺的可能会被打盖啦 可是不是这么多的组合 我tun可能会直接缺fall了 因为这样river都会很难决定嘛 没有位置 还是Ivan Liu他的另外想法呢 他要bet bet 然后再一个dumb bluff 这样子 我们看river 哇 这个有点尴尬 我们已经说过 如果出来一张圈的话 对Ivan很不利